音语移动内容多元化 只要拿起手机 就能够让祝福流动 将福音传送给家人和朋友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音语移动 Apps 免费拿迎新礼品吧 他签约成为歌星 我音乐那时候还蛮不错 还会写歌 创作 但是歌星梦碎 我这个疾病叫做被稀释 眼睛完全失明的状况 不过他没有放弃音乐 我在2015年 我出了一首歌叫做 《苦中的祝福》 张帝很爱我 让我入围台湾的金曲奖 《猫胸》是位于台北郊外的一个溪谷 曾经是台北市最大产茶区之一 当中的铁观音和包种茶 更加是文明于世 这里有各种茶艺馆 大家可以一面喝茶 一面欣赏风景 如果想从高处欣赏这区的景致 可以乘搭猫胸蓝车 全程大约四公里 在车上可以很清楚看到 绿油油的茶树和山景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就像在台湾成长的葛阳中 就因为患有背西事症 令他的视线模糊 不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也令他的歌唱事业无奈地终止 但是他没有放弃音乐 在2002年开了台湾第一间 以专业着视乐手为主的经理人公司 安排不同国籍的着视乐手 在不同地方作现场表演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说 以后唱片一定会数位化 CD一定是不会卖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只有一个是可以维持的就是什么 Live 那什么东西需要Live 活动需要Live 婚礼需要Live 演唱会需要Live Live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我就成立的课圈就是一个Live的Entertainment 就做现场的 上帝给我们 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智慧 我是生艺人 他会来问 妈妈 我应该怎么做 奖金应该怎么算 我应该是怎么样子来带员工 他会听 而且做得还比我好 我们现在开始有自己的艺人 我们做很多大型的活动 那我们台湾现在有九个饭店 九个地方就稳定表演 我享受他工作和他聊天 他认为他的艺术 他非常专业 我喜欢 以整个企业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公司不算大 但是我们做的活动 一份都是 你只要在百货公司看到的品牌 基本上他的一份都是我们办的 你看到所谓我们台湾的名人婚礼 艺人 企业家 政治家 他们的婚礼 孩子都是我们在安排的 我们不能讲说他现在是非常的成功 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它是数一数二的 现在角阳中的公司交到一张卓越的成绩表 但是他以前的学业成绩就十分之差了 我记得国中到高中要考试 总共那个时候有七科 一科是一百分 总分是七百分 我连一百二十分都没有到 所以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学校要收我 所以我才被送到加拿大去读书 去到温哥华之后 葛阳中说自己当时做了很多荒唐的事 我是一个留学生 父母亲都不在身旁 那我们有的是什么 就是Bank card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大家都喜欢跟台湾人混在一起 因为我们英文也不好 然后又怕被欺负 然后就开始爱跟朋友去玩 然后就自己成为一个帮派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做了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例如说我们会去打架 然后去丢玻璃 吸大麻 甚至于严重还会去打过警察 然后我们幼稚到什么地步 我们去买那种改造手枪 然后我们几个朋友 可能吸大麻吸太多了 就拿枪走路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被警察抓走 就是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 我父亲是牧师 那那个时候我们教会 在温哥华也有成立教会 我父亲的脸都被我丢光了 因为我们邻居的小孩 被我们打到送医院去了 我在温哥华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我父亲就对我非常失望 所以很快地就把我送到多伦多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哥哥也在那边 我哥哥是多伦多的教会的牧师 所以他们觉得有人看着我会比较好一些 在多伦多读书的时候 葛阳宗就有机会发挥他的音乐才华 小孩子去加拿大英文肯定很难追得上 那那个时候要毕业一定还要法文 那我们连英文都搞不定了还搞法文 那到多伦多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他们看到我音乐的台华 让我比较有成长的空间 这个学校让我去加拿大比赛乐团 我们是加拿大第一名 然后我们去日本代表加拿大去表演 我的老师就跟我说 反正去就可以拿一些分数 就可以取代什么的我就毕业了 从那个时候我觉得 其实行行出状元 我不一定要学法文 我可以把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学到好 其实就会很专业 其实葛阳宗对音乐的热爱 是来自他小时候教会对他的影响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 在我妈妈肚子里我就在敬拜 在教会就听音乐长大 因为教会的影响 我就每个乐器我都喜欢 在教会其实从小就学音乐 基本上钢琴也学过 吉他也学过 贝斯也学过 然后编曲 迷迪也学过 可是我到了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觉得说 可不可以学一些教会没有的 教会没有 萨克斯风 我觉得萨克斯风好帅 我觉得萨克斯风吹起来好迷人 一吹起来就哇 好像每个人都在全世界在看我 一吹就 就马上 infoil到那个情绪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哇 我那时候选了一个乐器就是萨克斯风 他跟我讲说 他想要学萨克斯风 但是我总觉得说小孩子你说说就算了嘛 因为我就不理他 他就自己去找萨东山老师 他透过别人的关系 他就去认识老师 然后有岁我买了一支萨克斯风给他 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学萨克斯风 至少学习的音乐 虽然帮助郭阳宗 在多伦多读书的时候 有发挥财华的机会 但是就未能够帮助他 改变幼稚荒唐的生活 一开始到多伦多的时候 我也是当然很爱玩 也是去学校打架 后来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就说 诶 Jonah你来帮忙好不好 我说要帮忙干嘛 他帮我们去打人 我说打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哦 然后我们去把那个小朋友的皮包都拿走啊 打他 结果学校老师警察全部都过来了 后来一二三我们就从学校 哇不到哪边跑 然后我们就跑掉了 后来没有多久 他跟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就被警察抓走了 后来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就得到消息 我那个朋友就过世 就死掉了 我其实真的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是什么原因死掉 因为我联络不到他 从那件事情发生开始了以后 那就好像突然打了一个针 我就醒来了 我说我怎么那么幼稚啊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好想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就说主啊 我说我可不可以回到你的面前 我不要再那么幼稚了 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那么有影响力 其实我爱玩 我比他们还聪明 每次去打架 我都不会去出手 都是我计划 那我觉得说 上帝 那为什么我不把我的长处 用到对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组音乐 我们可以传福音 我们也是可以每天在一起玩 但是不用去欺负别人 因为一个经历 葛阳中的人生重会精鬼 但是也因为一场病 他的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一天起床了以后 我发现我的眼睛 开始有一些黑点 那一开始我以为是 非纹症 后来就开始找我的 Family doctor 他说你这个比较特别 他也不知道 去找我眼科 看了两三个医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呢 有一次我就真的早上起床了以后 我就发现 他不只是黑点 他是好像开始模糊 后来我还想说 可能是太累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好 后来发现 哇 越来越严重 直到有一天 我早上起来 我基本上已经是 完全是看不到了 我瞎死 我说发生什么事 后来 我的Family doctor 他帮我约了什么 Specialist doctor 他要等半年的时间 车子都不能开 哇 我附近就开始紧张了 他说怎么会这么严重 所以我就很快很快的时候 我就直接回台湾 后来我看了很多医生 医生最后跟我说 我这个疾病叫做被稀释 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我这个病是因为 我免疫系统太高 它就会攻击我的舌头 第二个就是我的眼睛 这些医生说 这个病是没有药可以医的 那个时候呢 遇见了一个唱片制作人 他非常有名 哇 他看到我在表演 Saxphone 他觉得哇 你好厉害 然后又会写歌 又会创作 我那个时候还蛮帅的 那我就很快就跟他们签约 哇 就开始做专辑的东西 我就说哇 你看 有这个病原来是要带回台湾 我就哇 成为艺人 对不对 然后我还可以为上帝传福音 同样的时间 我又在看病 又在做音乐 又在看病 后来越来越严重 直到有一天我发病发到眼睛 等于是两边是完全失明的状况 那那个时候我要吃雷固醇 我从两颗雷固醇到最后变成一天要吃十二颗 还不够哦 每一次发病我要去医院去打针 它的那个量哦 等于是一天打量大概是两百颗雷固醇 因为不能吃 吃我会肾会坏掉 那个雷固醇哦 脸哦就变 变那个moon face 然后这边就开始走 哇 肚子就开始打 我那时候哇 变得好胖好胖 其实我的唱片都已经差不多做好了 我到了那个时候 我才跟上帝说 我说 you kidding me 那我每一次打我要住医院住八天的时间 等到我真的躺在医院的煞闹 我才知道说 这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 可怕黑影已将我心占住 那段生病的时间 占有他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挫折 所以那时候他整个是很失望 我最记得他父亲 带他去见他的制作人违约 因为他要被罚两千万 他说不是我有违约 他现在这样子你还要吗 我真的发现了一件很大的一个转变点 因为回来台湾 我进入演艺圈 唱片 很多一些台湾的艺人 我们都很熟 你知道我以前半生日有两百个人参加 我说我的朋友怎么都不见了 怎么只有教会的人来看我 听到说小宗的眼睛突然间看不到 很紧张 然后我们就发动整个祷告网 一起来为小宗来祷告 其实从那个时候 我在上帝的面前 我才是真正的谦卑下来 每一日 我奔破忙碌 一心追求自己刻画的幸福 我主 轮到前途 因为我在医院我都有时候走路都不方便 因为眼睛都看不到嘛 然后打泪固醇就会晕啊 就全身不舒服 那有一次我在厕所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开门还是怎么样 我就跌倒在地上了 我跟上帝抱怨说 我说神啊 你要我瞎 你让我从小就瞎嘛 你为什么要让我好像云霄飞车 对不对 哇 又这样又这样又这样 结果我都快二十岁 二十岁的人 你让我瞎掉 你根本就是在折磨我 哇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可是我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那哭的时候呢 我耳朵听到了一个旋律 这是一种很老的诗歌 最后一句话它说 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勾勇 就是一个旋律在我耳朵里面 一直重复这首歌 其实我心里是很痛的 可是我耳朵听到这首歌 我就一直很感动 一直哭 其实是从那一次 真的是爬在地上跌倒 眼睛看不到 然后我再跪在地上 我跟上帝一直愣罪祷告 从那个时候开始 虽然我没有往演艺圈发展 虽然我那个时候 没有成为艺人 虽然那个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 都不在我身旁了 可是就从那一次 跌倒了以后 我才是真正的紧紧 抓到上帝的手 那我也知道一件事情说 其实上帝 祂没有离开过我们 但是要我们自己 手要抓着上帝 后来从那次了以后 我的生命才是 开始做个很大的改变 祝求你牵我的手 分担我一切忧愁 你是我一切所有 使我勇敢向前走 在2002年 葛阳中就成立了一间 以专业着视乐手为主的经理人公司 除了安排着视乐手 作现场表演之外 也将音乐带入社区 让人借着音乐 明白基督信仰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心里很明白 虽然我没有做唱片 虽然我没有做艺人 但是上帝给我的恩赐 我可以用在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有连续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把弦乐 把音乐带过去 音乐里面 安宁病房就是要等再见的 他们在那个地方 真的还不可能听音乐 我们就表演给他们听 很奇妙 一听到诗歌就哭 一听到歌就笑 我觉得这些人是需要音乐 那听了这些音乐感动 我们那时候再请教会牧师 讲福音 讲见证 你们要不要决志 每个都躺在那里说 你要决志 信耶稣 后来我才知道上帝给我的音乐 不是用在成名 我觉得音乐是可以放在 这样子的环境 我的表哥有一个机构 都是这些已经放弃的小孩 因为他们需要资金 他们需要钱 他们需要教育 我表哥每个星期六 租了一个场地 就专门为这些小孩 带他们过去 让他们去吃东西 学劳作 我们去教他们音乐 那甚至于带他们去溜冰 我觉得上帝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让我们看到其实 用音乐来帮助这些年轻人 其实是非常棒的 让他们也能够更快地认识这位上帝 我们这群是特殊儿童 是自闭的 是雅思的 是唐室的 而且是中重度的 是不容易去带领的 但是他愿意说我来带他们 当家长们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我请到大师级的人物 来帮助他们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非常开心的 无论义务工作或者音乐事业 葛阳中都有好的发展 他的太太实在功不可没 其实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她有一直在住院 然后她每次打完泪污唇 很肿胀 很红这样子 雅雅她真的是很爱我 我觉得她真的是很棒 因为她真的就是爱 然后关心我们 雅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 她就每天早上可以送早餐 晚上就可以来煮晚餐 而且更感动的就是 不只是她一个人吃 还有她的朋友 也是因为这样感动得大 我父亲12月31号 在传福音的时候 她就躺在地上过时 我难过时了 雅雅我老婆就跟我爸爸就说 爸爸你放心 我会永远照顾小钟 我就觉得 如果我没有这个老婆 我爸爸就走了 我怎么办啊 所以我跟我老婆三个月 我们就结婚 身体状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上帝把这个天使 带到我的生命里面 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 对我来讲 我其实只会音乐 那其实上帝把雅雅 带到我们的生命 她不是只是一个我的老婆 她其实是公司的 top sales 结婚之后 虽然葛阳忠用尽各种方法去治疗 但是病情仍然没有好转 结婚之后 用药物控制 然后我们就买一些中药 一直到处去看医生 就是找各个觉得可以解决的方式去调整 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宣布我三件事情 而且是几率是几乎是百分百 我老婆就在我旁边听 她说你五年内就会瞎掉 肋固醇只能维持晚一点瞎掉而已 她还跟我说你不能吹Saxphone 为什么呢 她说因为你吹Saxphone 你的眼压就会高 你会更危险 第三个她说什么 你不能生育 她说你要吃那个免疫之剂 她说你吃那个生的孩子会有问题 很危险叫我不要生孩子 那你看过了十几年了 为什么我说这上帝带的 第一个 她说我五年会下 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我还在这边跟你们聊天 第一个她说我不能吹Saxphone 我们现在做一个project Jazz for Jesus 22个人的Big Bang 我还是在做这个 而且我还是在表演 我还是能吹Saxphone 第三个 她说我不能生孩子 我会担心啊 我老婆也担心 就放在祷告里面 哎 怀孕了 我当时说老婆要不要打掉 怎么办 我老婆说不会 上帝会给我们最好的 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 我儿子十一岁了 健康的钥匙 他叫葛恩 恩典的恩 是葛家的恩典 是上帝给我的 所以想想说这不是上帝带的 是什么呢 葛阳宗不单止在这三件事 看到神的恩典 五年前 神更加带领他 去美国接受治疗 以致他的病情得以稳定下来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不要去美国 去美国干嘛 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去试试看吧 那时候觉得我们都什么都试过 美国而已我们就去了 那个医生说 打这个针 那多少钱 两万五 多久打一次 两个礼拜打一次 我自从打了那个针了以后 我的免疫系统就维持住 我打了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 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在发病 基本上用那个针控制得还不错 就没有让它再恶化 我现在都已经没有在用任何的药物 我也都没有在打那个针了 我右边其实是fuzzy 那我左边摆那一张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点 基本的是可以看到 可以讲话 经历过苦难 亦经历过神的恩典 葛阳宗就创作了 《苦中的祝福》这首歌 那上帝很祝福我 在音乐上 我在2015年 我出了一张专辑叫做Blessing 里面的第二首歌叫做 《苦中的祝福》 上帝很爱我 让我入围台湾的金曲奖 我就知道 哇 上帝其实是要在音乐上面 能够让我们能够为神做光作严 那在2017年 我们就做了一张 《Jazz for Jesus》 我们希望这个音乐团队 是可以到外面去传扬神的福音的 因为我们就在做这个音乐 event 演唱会我们都在做 我觉得为什么给艺人的 给活动的 都要做这么高规格 给耶稣的为什么要low down 那如果我们又有人才又有资金 为什么不给他make a big 让大家能够看 所以我们花了50万 做灯光 做音响 可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生了这个病 我知道我觉得说上帝让我在生命中 可以有更不一样的看见 更不一样的经历 感谢观看 我是谁在精彩 拥在地处 虾伤软弱和贫穷特别糊 我愿意相复 完全顺服 当我的苦 化为最美的祝福 葛阳宗凭着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有机会成为歌星 但是因为眼疾 令他的歌唱事业无奈终止 不过他没有放弃音乐 恩着神的恩典 现在他不单止有自己的公司 亦藉着着士乐的演出 让人明白基督信仰 成为别人的祝福 多谢大家收看《恩与之星》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